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从本科毕业到博士吧 一直是在听戴老师的讲课 我是戴老师忠实的这个粉丝和学生 当然我从戴老师那里是收益良多 以后要继续听他追他的讲座吧 今天晚上的直播是由全球大学主办 国人相见合办的第七届男男弄谈的主题讲座之一 大家会注意到我们这个直播是从Zoom的会议 直接转播到B站的 戴老师这一次在男男弄谈上一共有两场讲座 今天晚上是第一场 13号的晚上7点半是7点半 是第二场 大家可以记住时间继续接着听下一场 第七届男男弄谈明天是主弄谈的开幕 戴老师也会发表开幕之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国人相见 这个B站的号前几天发布的信息里边 可以找到男男弄谈的参会信息 这次我们的弄谈一共有来自45个国家 有差不多150个讲者 都是全世界各地文化和社会界的一些大咖 可以说是在全球的思想的大碰撞 我觉得很值得参与 然后全球大学 其实在B站关注戴老师和温老师视频的朋友 有可能会经常看到由全球大学制作的视频 这个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我们全球大学就是主要 就是汇集全球的公共思想 作为搬运工 传递各地的这个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思想者和行动者的 这个行动经验和思考的精髓 那当然戴老师是全球大学的主要发起者之一 我们在全国 在全球有200多个发起成员 我们认为这个知识是人类的公共资源 所以我们网站发布的书籍啊 文章啊 视频啊 这些如果在没有版权纠纷的情况下 全部都是免费给大家的 好了 大家既然今天是专门来听戴老师的课的 戴老师的头衔和成果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戴老师是国内研究电影和流行文化的 这个泰山北斗 电影是什么 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电影只是一个 就大众媒介 一个媒介嘛 大家认为是一个 娱乐的介质啊 什么的都好 但是我想 对戴老师来说 电影也是它介入社会议题的媒介 所以我认为我听戴老师这么多年 就是戴老师通过电影这个研究本身 他很深刻的介入到关注社会问题的 这样一个里面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 要请戴老师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那今天晚上是戴老师先大概讲一个半小时左右 然后后边的时间就是大家可以互动和提问 在参与zoom会议的这个朋友 可以直接在会议的聊天室里面打字和打字提问 然后B站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但是我们最后可能最多只选三个问题吧 三个问题交给戴老师 好了 那戴老师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是历史的教练 从去年上映的一部这个法国电影开始谈起 就和大家讨论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世界 好了 那下来我们有请戴老师 很荣幸 在晚上和大家共度一段时间 这是第七届南南论坛了 然后南南论坛自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历史 但是这是七届南南论坛当中第一次 我不能在会场 我不能在这个现场和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 真正的来自于世界的每一个区域的一个优秀的学者和年轻的学人们相聚在一起 刚才我说我非常肚恨 那个现在在这个Zoom的这个画面当中 真身在这个会场上面的这些朋友们 因为这个时刻不光是一个国际 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刻 它是一个相聚的时刻 它是一个会有你完全始料不及的思想 这个碰撞 结实 冲突和为了真理 这个很过时的词 为了真理而去这个共同追索的那样的时刻 但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荣幸能够这个被刘建志老师邀请 在南南论坛上面去进行类似这样的演讲 或者说这样的讲座 而且这是我平生第二次 其实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之内的第二次 就是一个针对于南南论坛的朋友们 针对于会集聚在南南论坛这样一个空间当中 因为它同时意味着某种共识 某种理念的分享 某种对another world 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追索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南南论坛上的演讲 将通过B站去触碰到更广阔的空间 更丰富的空间 更充满诧异性的空间 也许在这些空间当中的朋友 此刻还并不分享南南论坛 试图去分享 去认知的理念 但是还是很高兴 应该说很矛盾 一会大家会注意到 我讲的每一部影片 我涉及的每一个问题 我都会持有不同程度的矛盾立场 那么今天我的第一个矛盾的感觉 也就是一边非常非常高兴 南南论坛走出了它的任何意义的围墙 开始去触碰中国社会的 我想象中 我理想中去触碰中国社会的更多的空间 更广阔的空间 然后去结识更多的朋友 但是另一边我是非常难过是这样的时刻 就是肉身的相遇变为不可能 然后我们不断的在听到人们告诫我们 我们正在置身在一个全球瘟疫的时节 而这个全球瘟疫的时节 为了自保 也为了人类的延续 我们必须无接触 零信任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是幸福的自愿的宅在我们的空间之中 我们实际上是被囚禁在我们的空间之中 或者我们必须自求于我们的空间当中 等待着瘟疫的结束 好 题外话不更多的说了 那么还是要有两点说明 第一点说明是刚才所说的 这是一个为了南南论坛而准备的演讲 但是它又是一个将溢出南南论坛 将这个穿透曾经有过的这个高墙 有过的边界 有过的围栏 去试图碰触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那么可能它就会有 现在在请听的朋友们 可能会有你们的预期的失落 或者我希望有你们始疗未及的收获 而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 今天这个题目 首先是为了南南论坛而准备的 但是它在北京大学伯雅论坛的 一次直播当中 也涉及到了这些影片 也涉及到了一些相关的议题 所以那么像可能非常喜欢我的朋友们 致歉 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些重复的东西 但是也请你们相信 毕竟今天的主体的诉求 是不甚相同的 那么第三个要说明的之后 我就开始进入正题了 就是一会儿我会使用PPT 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反讽 因为我一直号称自己是反PPT主义者 好 一个反PPT主义者 今天要使用PPT 其实也是想照顾到 一个是南南论坛的朋友们 可能不一定是电影反 不一定是电影粉丝 不一定是电影人 也可能有些朋友 他们并不熟悉一些影片 所以借助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海报 一些图片 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到这些电影 你们可以去观看这些电影 因为不论是爱电影的朋友们 还是试图通过电影 真正的看向世界的朋友们 电影是最重要的 远比这些讲座 远比这些阐释 远比这些经由电影 而去延展出自己的议题的讨论 要重要的多 所以好 在这之后我就进入PPT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会庆幸 还是大家会遗憾 我还不时的会露出我的脸来 一旦不需要PPT的时候 我就会露出来 但是现在我们先分享一下PPT 今天我的题目用了历史的铰链 那么接下来我会去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会用历史和铰链这样的字样 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 一旦这个悲惨世界音乐剧 某种程度上比原作 比经由他改编的电影电视作品 更著名的这样的一个 二十世纪特有的艺术样式 音乐剧的这幅图画一旦出来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比较轻易地指认出 《悲惨世界》这样的一个名字 而《悲惨世界》这样的名字 一出现的时候 它已经唤起了某种程度的历史感 《悲惨世界》是一部历史名著 但是我在这儿不光是要讲历史 不光是要讲名著 当然更不光是要讲名著改编 我在这儿放了另外一个字 叫铰链 大家想一下 就是一个可以转动的 可以牵引的 可以拉扯的 有某种环节 彼此的搅合在一起 好 那么我们继续 从一部电影进入 2019年有一部电影 叫《悲惨世界》 那么不再重复 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 一部著名的法国电影期刊 叫《电影手册》 我说错了 这部叫《电影手册》的达证仍然存在 但是曾经电影手册这个名字 所意味着的一切 似乎正在消失 好 回来说 电影手册 当年的电影手册杂志上 登了一篇文章 然后这个评论者 有一点夸张的 刻意的 用一种反讽的语气说 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竟然敢用《悲惨世界》这个名字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在这张PPT旁边 大家可以看到的导演的照片 这个叫拉吉利的导演 一望而知的是一个黑人 是一位黑人 是一位非洲人 但是当然必须说明的是 他是非裔法国人 他是法国人 是来自非洲的法国人 那么这个身份命名本身 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好 大家再回去看 2019年这个《悲惨世界》 这个入围了嘎那电影节 金宗旅奖主竞赛单元的电影 非常遗憾 没有获奖 但是这也不说明什么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海报 如果不把它翻译成《悲惨世界》 如果你不是在此之前 已经知道《悲惨世界》是什么 是那个叫 维克多与果的法国人 所撰写的一部四卷本的 著名的文学名著的话 你大概不会直接想到 维克多与果和《悲惨世界》 因为出现在画面上的是凯旋门 是香舍里舍大街 是这个被法国国旗 所标识着的狂欢的人群 不错 海报的画面是 2018年 法国赢得了世界杯 然后巴黎的人们 涌上街头去狂欢 法国的胜利 法国人的胜利 在这我们也没有可能去展开 去讨论体育 足球 对于今日世界 对于今日民族国家 对于意识形态的 所具有的那些含义 我想朋友们都心明肚之 不用我多说 好 那这样一个如此当下的 如此现代的场景 却命名为悲惨世界 那么影片正是由这样的一个时刻开始 由世界杯获奖的这样的一个 狂欢的时刻开始 好 我自己回来 进入到了一个故事的场景之中 那么在这个狂欢的场景之后 在影片当中 两次出现了空中的俯拍镜头 所拍摄的某一个街区 那么从空中的俯拍镜头当中看上去 这个街区无论如何 不会让我们联想到法国 无论如何不会让我们联想到巴黎 相反 如果大家有较多的国际旅行的经验 或者说有经常关注世界性的新闻的话 那么那些画面 第一分钟让你想到的是叫 第三世界这样一种东西 或者说欠发达国家 或欠发达地区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俯瞰镜头之后 摄影机进入到了 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 那么在影片当中 我们很快看到 这些空间当中充满的是 阿拉伯裔的 非裔的 非洲裔的 法国新移民 这是一个法国新移民所聚集的社区 好 我们没有时间 真的跟大家去复述电影故事 我们简单地说 这是由一组警察 叫做扫黑组 或者叫特警 三个法国警察和两个新移民街区的孩子 所组成的故事 看上去像一部喜剧 开始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部喜剧 因为三个警察当中包含一个 我们在西方电影当中非常熟悉的黑警 一个邪恶的 残忍的 多少有点虐待狂嘴脸的 这样的一个黑警 和一个刚从外地掉入的 被视为菜鸟的 从外地进入到中心区域的 这样的一个警察 三个警察所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扫黑组 和一个街区当中的不良少年 显然是青少年中的小头目 同时是一个偷鸡摸狗 这个经常的挑皮捣蛋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故事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 真的因为偷鸡 而在警局当中遭受训斥 而另外一个孩子 则生活在阿拉伯人的社区当中 而且生活在显然被母兄会的 这个强大的宗教势力 所掌控的这个社群当中的孩子 看上去是个好孩子 是个优等生 非常的腼腆 内向 非常压抑 那么在故事中 这个不良少年的主要的 那个行为方式是动 是行动 是在做事 是在破坏 是在奔走 是在逃离 而另一个孩子 好孩子 他的全部作为 是在观看 他的自我排遣 他的生活 他的乐趣 是在于操纵直升机的遥控镜头 去穿越街区 去拍摄 在无聊中去拍摄 可能特殊的时刻和特殊的场景 或者他也仅仅是青少年的 溃银欲望 故事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展开 于是出现了不良少年 顽皮的偷了一个 马戏团的小狮子 马戏团当然非常震怒 要夺回狮子 要找回他们世界的小狮子 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失窃 和找回这个失窃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街区 非但不仅是一个 我们从视觉上看上去 完全不像巴达国家 巴达地区 西欧 巴黎的区域 而且在影片当中 这个区域除了这三个警察 所象征的公权力之外 好像完全是一个 现代制度 现代社会 现代机构和现代体制的真空区 它是一个完全的 就现代社会而言的 盲荒地带 它是一个被不同的 社群 不同的势力范围 不同程度的黑帮 黑社会 所相互制衡 相互交错的区域 马戏团 也是一股黑势力 那么 失窃了一只小狮子 可能引发的是 整个社群的 大暴乱 冲突 泄斗 和 所有你可能想象 那样的血腥事件的发生 于是 这三个警察的工作 就是找回小狮子 而寻找小狮子的过程 变成了警察和孩子们 冲突的过程 而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 警察是 过度的 还是 不慎的 开了他们的所谓闪光枪 而闪光弹 把那个盗窃了小狮子的孩子 造成了盗窃小狮子的孩子的退隆 这就是 这是普通的 日常生活中的暴力 不幸的是 这个普通的暴力 被另外一个因素 变得不普通了 就是这个偶然的悲剧性事件 发生的时刻 那个 遥控着直升机 摄像头的孩子 拍下了这个场景 我在这儿不去展开 关于监视与被监视 关于看与被看 关于 看见与见证 关于对于现代世界来说 很多时候 暴行的本身 暴行的事实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某种证据的存在 于是 故事延展出的线索是 对警察来说 找回小狮子 已经不是最急迫的了 最急迫的是 追回 那段视频证据 以便 不要让自己的 惯常的 日常的暴行 公诸于世 好 在这样几条线索的 交织之下 影片 的故事得以展开 我们 今天不是要专门 跟大家讨论电影 这部电影非常有趣 被各种各样 不同角度 不同观点的人都承认 它应该成为 教科 教科书籍的电影 而这个教科书籍的电影 是因为 它非常非常的 当下 它非常非常的 现代 但它又 非常非常的 引号 经典 因为 故事发生在 一天之中 故事在几个线索的 细密的交织之下 展开 然后故事的 那个本身的张力 和对观众的吸引力 非常非常之强 而整个戏剧的起伏 极为的得当 极为的准确 好 最后追回了 视频 找到了小狮子 似乎 结大欢喜 我记得 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就靠回到 有一点失望的 等待故事结束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不是我的观察 法国的 这个影评人们说 其实我们有一条 解锁线索 就是对这部电影 关于狮子 那我也不去 跟大家展开 这个讨论了 因为在故事当中 它说狮子 某种程度上 在阿拉伯文化当中 所具有的 那个神圣的意味 而狮子作为 所谓自由 和最尊贵 和尊严的 象征的意义 那么狮子 被狮窃的小狮子 而偷窃 小狮子的孩子 被扔进狮笼 吓得尿了裤子 完全不再有任何的尊严 好 到这个时刻 我说故事似乎结束了 但接着它又给了 我们一个大全景的 俯瞰当中 我们看到了那个 盗窃小狮子的 不良少年 此刻已经被毁容 然后他独自坐在 垃圾堆上 但是以某种 军林的姿态 坐在垃圾堆的 一张沙发上 我完全没有想到 这才是高潮时刻的到来 好 再一次向大家道歉 我的分析方法 势必剧透 我犯有这个深重的原罪 那么接下来是一场 以孩子为主体的 残暴的社区暴乱 而在这个暴乱当中 警察成了这样的一种 极端的极致的赤裸的 游击战士的暴力的 袭击对象 而这样的故事 必须跟大家坦坦地说 是借由这部电影 我才知道 这样的故事 在法国 在巴黎的郊区 在法国的不同城市当中 发生了一次又一次 警察追捕孩子 孩子被误伤 孩子被致死 由此引发 孩子的 跟警察之间的战争 我自以为是一直在 关注着世界各地 所发生的事情的人们 但是我不曾关注到 这些故事 因为暴恐袭击会被报道 而类似这样的 似乎是法国的地区的 局部的 内部的冲突 不曾被报道 而这些不曾被报道的 故事背后 有着一个关于 今日世界的 极端丰富的信息 好 我们再回到 这个电影当中 我们说 电影手册的 电影手册杂志上 登的那篇文章说 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用悲惨世界 这样的名字 那么在影片当中 他告诉 好像告诉我们说 好像点题说 我为什么用悲惨世界 是 巡逻的警察们 在警车上说 就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雨果悲惨世界里面的 故事场景 这个街区曾经是 悲惨世界当中 故事发生的场景 发生的空间 当然 今天已经 面目全非了 面目全非了 但是当然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会知道 我们会知道 他使用悲惨世界 正是向我们展示了 所谓的发达国家 发达地区 所谓的 这个 健全的 民主法治体系之下的 现代世界 所谓的人权宣言 签署的地方 那些 不可见的空间 那些不可见的 角落 那些不可见的人群 那些不可见的事实 而这个 悲惨世界 当然不是 雨果的悲惨世界 但是 它向我们展示了 今天世界上的 另一种悲惨 好 我们先回到PPT 雨果 维克多雨果 和悲惨世界 那么简单的说 当我们说到 悲惨世界的时候 它我们会有 一系列联想 我用个理论的表述说 悲惨世界 成为了某种意义的 超级能值 这个词一出来 好像我们都有某种了物 某种这个心明度之 我们都好像知道 发生了什么 那么悲惨世界 首先指的是什么 当然悲惨世界 它指的是 一本文学名著 那么于是 你知道不知道悲惨世界 你读没读过悲惨世界 大概多少的 提醒着 你的 是不是一个文青 你是不是一个 很人文学者 你是不是一个 有着较丰富的人文修养 和教养的人 因为它是文学经典 因为它是名著 那么当然 悲惨世界这个名词 一出现的时候 它也提示着叫历史 这个历史 你再多知道一点 就是它叫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八十年 在中国我参与的 那个文化运动当中 我们有一个口号 有一个口号 那个口号叫 告别十九世纪 关于这个口号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表述 叫做狄庚斯已经死了 在这我们把它换一个名字 我们叫做 维克多余果已经死了 悲惨世界早已经成为历史 所以当我们说到 悲惨世界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历史 同时我们也说 某种意义上 我们是在说它过气了 这是旧世界 这是一个过气的事实 好悲惨世界 中文叫悲惨世界 那么法文 我当然不认识法文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Miserable就是悲惨 它是个悲惨的故事 那么大概对悲惨世界 有所了解的朋友 首先想到的就是 悲惨世界是关于 十九世纪式的悲惨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站在左派的立场上 我们就说叫做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悲惨 那么这个悲惨只称着什么 悲惨只称着 染啊让式的犯罪 主人公为了一块面包 被饥饿所驱使的犯罪 我们悲惨意味着方丁式的毁灭 我九岁 读悲惨世界前两卷 的时候哭到不能够停下来 因为方丁太悲惨了 一个美丽的青年女工 因为成了一个未婚的母亲 然后为了生存 为了养活女儿 她永远记得那个话 叫做方丁一无所有方丁当然是美丽的 因为黄金在她头上 珍珠在她口里 因为她有漂亮的牙齿和漂亮的头发 但是她先卖掉了她的头发 再卖掉了她的牙齿 然后作为一个没有头发 而且没有了门牙的女人 她最后卖出卖自己的身体 一个逼这样的善良的美丽的纯洁的女孩子 卖掉自己的一切被毁灭的世界 我因此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 坚信资本主义是如此的丑恶 那么当然悲惨也意味着科赛特的悲剧 我也永远记得当年读这个小说 读到的那个金句叫寄托 有时就意味着断送 贪婪邪恶野蛮悲惨 好悲惨世界意味着常识教养 意味着悲惨 但是当然 在这我不去展开了 非常好玩的就是 二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 我们通常称为毛泽东时代 中国翻译出版了 《悲惨世界》的前两卷 然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进入新时期 改革开放的年代的时候 我们翻译出版了《悲惨世界》的后两卷 于是《悲惨世界》就有了另外的含义 《悲惨世界》意味着什么 《悲惨世界》意味着救赎 《悲惨世界》意味着善行和善良的传递 故事的序幕 然而让作为一个逃犯 得到了那个主教的善行的救赎 他偷窃主教 而主教把赃物慷慨的赠送给他 由此而心灵得到了升华和拯救的 然而让 以后帮助和救助了方婷 大家如果看过音乐剧都会知道 音乐剧的尾声是方婷的 像天使一般的灵魂 从天堂前来接纳 然而让的灵魂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 关于善行的故事 当然这背后是基督教 之于现代文明 基督教之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 深刻的内在的连接 好 我们经常忽略的是 因为悲惨世界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 是一部浪漫主义名著 维克多余果是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 法国文学领袖 大文豪 我们就忽略到了悲惨世界 其实作为历史 悲惨世界不仅作为文学史的历史 也作为文化史的历史 也作为政治史的历史 因为悲惨世界 在刚才我们所讲述的悲惨和救赎的故事背后 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 比如说善良的主教 把他的家里的仅有的银器 被然而让盗窃的银器 作为礼物送给了然而让 他作为然而让的第一桶金 形成了然而让的发家史 然而让后来成了工业家 成了实业家 成了慈善家 成了市长 如果我们在那个背后去读 历史本身也非常的有趣 但不仅如此 悲惨世界作为历史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在于悲惨世界 尤其他的后两卷 他触及到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年头 一个重要的时段 也就是1842年巴黎共和党人的那场起义 于是他就有了 马里乌斯和他的战友们 以及接累战的场景 关于法国大革命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时刻 关于接累 关于人民动员 关于人民起义 所以他作为历史 他使得悲惨世界 当然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一个重要的层面 就是可以把它视之为救赎 可以把它视之为 更大意义上的现代价值 现代理念 现代信仰的爱情故事 马里乌斯和克赛特的爱情 而这个爱情故事当中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段落 是1832年的起义段落 是马里乌斯和他战友们的故事 这也是此后的音乐剧当中的华彩剧段 也是此后所谓作为同人文化的大悲圈当中的 那个灵感来源的重要的段落 好 所以我们不更多的去追溯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音乐剧的最著名的海报 这张克赛特的图画 我想熟悉这部音乐剧的朋友 看到这张海报的时候 那个克赛特的那个主旋律 已经出现了 这个主旋律是如此的流行 如此的名传侠而已 只他开始成为 某种程度上成为被细访的对象 旁边的接累战的段落 我们也就不去更多的去讲了 那么作为一部文学名著 当然它就像所有的文学名著一样 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 在荧幕 在屏幕上的转世轮回 一次再一次的被改变为电影 被改变为电视剧 被改变为舞台剧 被改变为音乐剧 那我们在这不再更多的去讲 2018年的BBC再一次把它拍成了短剧 而我自己还觉得是一个观影经验 很好的一部短剧 那么更早是2012年 好莱坞 用好莱坞的方式 再一次的把音乐剧搬上荧幕 那么就像好莱坞每一次把著名的音乐剧搬上荧幕一样 一定是毁育并至的 有人非常非常的喜爱 有人非常非常的愤怒 因为那些明星们 亵渎了那些著名的唱段 好 那么我自己在2012年的这部 好莱坞版的音乐剧的 那个荧幕之下的时候 没有惊喜 也没有愤怒 当我认为电影已经结束 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始料未及的场景 和一个始料未及的画面震动了我 就是在影片最后结尾的时候 也就是在舞台上 方听的灵魂从天堂来接引 然而让的灵魂的那个时刻 在电影的画面上 它突然出现了一个 矗立在今日巴黎的 城市广场中心的巨大接蕾 那么影片中或者剧中 接蕾站的人们 在蓝天白云之下 在这个现代巴黎都市空间当中 登上接蕾 开始唱人民之歌 那个时刻因为始料未及 我被戳中 我被狠狠地戳了一下 然后很不好意思地发现 眼睛湿了 那么在201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在无数无数次地重述了悲惨世界之后 这个时刻对于我来说是有意味的 因为它再一次 以某种方式重新提示了悲惨世界作为历史的层面 我们说这个 它提示悲惨世界作为历史的层面 使得我们再一次可以返回到我们切入的那个点 就是今天 当下在巴黎的某一个区域 在法国的某一个地方 重新被展示的悲惨 重新被讨论的事实 在这历史的铁链被牵动了 我甚至夸张一点说 文学一点说 我甚至听到了那个 脚轮扭动的时候 那个沉重的铁链被拽动的时候的那种 沉重的 金属的 色重的那种声音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当我感受到 我体认到 我想象着历史铁链再一次被搅动的时候 那个方向却不是前行 某种程度上 我们奇特的 在当下世界 在当今时刻 在我们自身的世界上 再一次遭遇到 未可遇过 再一次遭遇到悲惨世界 而这样的一个事实 却很难被我们 直接的 直觉的 用我们的身体体认到 在做的朋友们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 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朋友都到过西欧 到过巴黎 或者说我们甚至 文学爱好者们可能去 拜业过悲惨世界 或者大文豪 未可多余果的 生活过的 写作过的 书写过的地方 但是 我们在我们的旅行当中 在我们的寇访当中 在我们的怀念和拜业当中 一边是停留在历史之中的 未可多余果 一边是现代世界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世界 这是一个存在着问题的世界 这是一个问题正在发生之中的世界 但是 它却对我们 非常遥远 非常陌生 非常难以直接的去感受和触碰 好 我们接着说 我自己 直接的把我自己称之为歪楼 我就直接歪楼到了这个 2018年柏林电影节 金熊奖的获得影片 叫《同一词》 我已经在别的地方坦白过 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当时还觉得 它将非常短暂 如同当年SARS一样 它将很快地成为过去 所以我极端珍视说 我终于可以坐在家里 认真学习了 所以我就恶补了一大堆影片 那么《同一词》 是这场恶补当中的一部 这部电影给我的观影体验相当的反复 和悲惨世界不同 悲惨世界是受到吸引 是受到触碰 是受到刺伤 同时是始料未及的惊喜 而《同一词》这部电影 我抱着很专业的态度 把它看完了 把它看完了 那么一部以色列导演的电影 似乎和悲惨世界的故事 有着相当直接的相关性 因为它同样是一个 生活在巴黎的 来自以色列的非法移民的故事 但是在别的地方 我讲到了这个观点 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的翻译 应该不是香港的翻译 台湾把这部电影的名字 翻译成《出走巴黎》 那么主人公虽然是个非法移民 但他不是一个被生计所迫的 不是一个被战火所驱赶的 不是一个被绝望 而赶上流落一国他乡的人 而是一个离家出走的 以色列的中产阶级青年 一个无法承受以色列的社会现实 政治现实 金事现实 以及父权家庭的这样一个年轻人 而且故事中他是个文青 一个有着写作梦的 所以他叫同一词 他在巴黎每天都背字典 他想用法文写作 但是也在别的地方讲过 我在这重复说 这部电影尽管我的观影经验 并不是分快乐 但是有三个点引发了我的关注 一个点是 好吧 先要把不体面的话先说了 一个点是这部电影一开始 这个男主角就是全裸的 然后在影片当中 他不止一次的裸露 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 被各种审查制度 不能接受和容忍的裸露 那么我想对我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我丝毫不是道德主义者 我完全不拒斥裸露这件事 只是在这个电影第一个时刻就出现了裸露 而且是不时的裸露的这个故事 这个影片始终我没有能够获得 一个说服我的理由 就是他为什么要裸露 他的裸露究竟在整个影片的表意过程当中 传递了什么 当然我在这样说的时候 我多少是在装傻 我不是真的不明白 我只是不认同 那么我所说 我明白的是什么呢 我明白的是旁边的这一幅剧照 因为影片当中男主人公出走巴黎 从以色列出走巴黎的第一时刻 他就遭遇到了一对上流社会的富有的文艺青年的情侣 法国文艺青年上流社会富有的一个是作家 男孩子是作家 女孩子是音乐家 他遇到了他们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 在影片当中 在这三个人之间 始终在建构着表达着一种 暧昧的情欲的暗流引动 好 大家说既然你明白 那就是它裸露的意义了 但是在这儿我也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去讨论 性别 性别与权利 性别与权利与观看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展开 仔细地讨论这些东西 但是大家知道通常是男人看女人被看 通常是男性作为主体 女性作为客体 所以通常是男性的欲望光刻目观 朝向女性的欲望的呈现展示或者是想象 而我们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的落露 是从一开始就把它定义在一个被看的位置下 在召唤着他人欲望观看的可能 对于我来说 这个意味就变得很清晰 而又难于认同 因为换一个角度 是不是有点绕弯了 大家如果觉得我讲的太学术了 请你们原谅 我说换一个角度上说 这个男主人公的裸露 其实很像某种我们在贬义的讽刺意义上的 戴影号的国际电影节电影 非西方国家的 朝向西方国家的 自觉的 自我展示的 召唤观看的影片 那么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述 就是性别与种族 形成了某种不对称的 不等价的换位 好 一个层次我讲多了 而第二个层次很好玩 是富有的优雅的法国文青 就是还遭遇到的这个法国的 有文学梦的年轻人 和来自于以色列的文青 他们之间在影片中始终有一个奇特的交易 就是 以色列青年非常骄傲 说 虽然他们富有 虽然他们自由 虽然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法语 可惜他们没故事 我们有故事 因为故事 这是我的话了 故事似乎和苦难 和现实的困境 和为了生存的挣扎相关 故事似乎与富有 闲事 宅 异化 相背离 而这是我的话 这是我的阐释 但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佐证 就使我的歪楼获得了合法性 就是法国文青说 非常遗憾 我们没有办法像 威克多与果那样写作了 因为今天不再是悲惨世界了 于是他必须从来自悲惨世界的 以色列青年的买故事 他们俩不断地出现这种 我们做交易 这个买你的故事 不买你的故事 这样的讨论 和以色列青年 最后非常愤怒地说 我收回我的故事 我不卖给你了 因为我发现 你们的所有的价值和理念 原来是如此的伪善 在这我也不去展开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读一读 在我认为近年来 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那么就是在德国科隆 所发生的新移民男性 对于德国女性的群体性的 多达千人的群体性的性骚扰事件 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 阿兰·巴丁 法国的思想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 当然齐泽克也做了一个回应 但是我对齐泽克的回应有所保留 而阿兰·巴丁的那个回应 至少当时他 他呼应了 我的困惑 呼应了我的那个疼痛感 我在这只是推荐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很容易地从互联网上 检索到那篇文章 在里面他非常有意思地 讨论了这种 西方国家的重产阶级 非西方国家的重产阶级 非西方国家的重产阶级 的西方想象 是怎么可以成为 滋养他们此后的西方仇恨 及其他们的侵犯性的 民族主义的由来和动力源 我觉得非常的有启示性 非常的有启示性 我们非常反讽地说 非常反讽地简单地说 他爱之深 他控之切 这样的一种对于 现代主义逻辑 现代主义道德 然后现代文明所标 标榜的所张扬的 价值体系的 不加反省 不加批判的这种 膜拜和热爱 很多时候 是后来形成 非理性的仇恨 以及某种 非理性的侵犯性的 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 重要的基础和来源 好 我不要 不要把楼歪得更歪了 就不要歪到无边之处去 我们回来 我说非常有意思的是 回到这段对话 关于 无法像维克多雨果那样写作 因为不再是悲惨世界 那么我们把悲惨世界 2019年悲惨世界这部电影 移到同一词这部电影旁边来 我们说在他近旁 在巴黎中心 在巴黎的高尚街区近旁 悲惨世界存在在哪里 悲惨世界当中 悲惨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但是对于 仅止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来说 它不存在 它无法被认知 它难于被书写 非常快的 简单的过去 事实上 类似关于移民 新移民 移民街区的暴力 关于新移民 与移民国的那个底层社会和恶势力之间的重叠冲突 以及移民社群当中的暴力 如何令恐怖主义得以发生 我用一个非常不汉语的表达方法 就是移民社群 移民社群是如何被恐怖主义化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实际上在2015年的获得金棕驴奖的电影 《流浪的敌潘》当中 已经被正面触及过 但是 在不久前的另一次直播当中 我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个观点的认同 非常遗憾的是 尽管这是一部金棕驴获奖影片 但是我也认为它是近十几年来最差金棕驴 最差金棕驴的原因是在于 这是一个法国导演 也就是画面下方出现的这位法国导演 怀着 由衷的真诚的善意 试图从外部去勾勒 法国移民社群 法国新移民 法国政治难民 法国战争难民 社群的 境况 极其善良和美好 它和悲惨世界的最大不同是 悲惨世界是一个内部的表述 是一个内部的观察 拉吉利不会说 我无法用维克多雨果的方式去写作 因为它置身在悲惨世界之间 刚才我们说历史的脚链被转动了 但它并不是朝向一个前行的方向 而相反 它在逆行之中 因为非常有意思的是 拉吉利这位导演 自己引证了 维克多雨果的说法说 多建一所学校 可能就要少建几个监狱 而这个导演致力于在移民社区办学校 大家回忆一下 在悲惨世界这部电影当中 那么多的孩子 但是没看见学校 不是移民社群没有学校 而是教育或者学校 没有能在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 起到任何意义的救赎 而当拉吉利说 要多办学校 而且致力于在法国移民社区建立学校的时候 其实我有心痛 有齿寒 有心凉 我觉得真的 经由学校 就可以终止这种悲惨 这种暴行 这种没有希望 没有光明 没有前景的封闭 好 再歪 再歪一下楼 那么就是家柏农 或者叫何以为家这部电影 是少数的在中国的影院当中 做了商业放映 而且是非常少数的 作为这种所谓的广义的艺术片序列 同时是苦难主题 而在中国赢得了大量观众的喜爱 赢得了人们热情的评价 而且某种程度上 在票房上 可以和这个大片 形成某种对峙 形成某种竞争和叫板的 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在这也不去展开 对何以为家或者家柏农 这部电影的讨论 于情于理 从任何角度上 我都应该无保留地支持这部电影 哪怕仅仅为了一条 就是她是女导演作品 我都似乎应该无保留地支撑这部电影 但是事实上 刚好相反 是我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的内心也极端的复杂 我内心的情感也极端的复杂 我在这不展开去讨论我的复杂 因为我在我看起来 这部电影的弥足珍贵是 在荧幕上我们去目击 叙利亚难民社群当中的孩子 去目击那个流亡之中的叙利亚难民 或者任何意义上的现代战争难民的社群 所经历的那样的一个 叫逆进化 人就不再成为人 人变得生处不如 这那样的一个过程 弥足珍贵 但另一点我不得不说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个非常复杂的情感 正如我看《流浪的地盘》 我觉得这个充满了善意的 付出了如此巨大努力和代价的女导演 她也是在外部 充满善意 充满悲悲 充满同情的去展现难民社群 她展示了他们的善良和美好 她展示了这个孩子的善良和美好 但同时 她以这样的善意的人性的光辉 某种程度上掩盖了 折磨了苦难灾难的深度 这是一个原因 而另一个原因 正是我把这部电影 放在这个序列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大家都注意到 我们中国发行的时候 采取了这张海报 就是小演员 男主角的这张笑脸 大家应该记得 这是影片结束的时候 尾声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尾声结束的时候的场景 那么她拍照 然后摄影师说 笑一笑吧 这是拍护照照片 不是拍死亡证明 所以小演员笑了 这个时刻被记录下来 就是这个海报上的这张照片 那么大团圆结局 真正的happy ending 是这个孩子终于得以脱离 在叙利亚边境上的难民营 而得以移民北欧 但是 我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的顺序不是发行顺序 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个真的痛是 这部电影的尾声 是悲惨世界的开始 在影片当中 那些孩子们相互的议论 说如果我去了欧洲 我会有自己的房子 我爹妈就不能再管我 然后我可以自由地享有这个 我可以自由地享有那个 是 这些孩子们对于西欧 对于发达国家 对于现代世界 对于成为幸运的新移民的梦想 我们刚好在悲惨世界当中 看到了这些孩子 看到了这些幸运的孩子 看到了他们的生存 看到了他们的现实 我也不去重复一个观点 我说我在 当时非常偶然的 在国际旅行的时候 在大荧幕下看《流浪的迪潘》 好失望 好不喜欢 2015年 但到11月份 巴黎爆恐袭击发生的时候 我突然对这部电影 对这个导演 对 嘎那电影节 恢复了一些信任 因为我觉得影片 尽管并不出色 但是他们正在触碰一个现实 那个现实就是 在这样一个国际的流动之中 在这样一个用文学的表达 逆向的黑暗之心 在全球发生 所谓逆向的黑暗之心 就是当年是殖民者 向第三世界去旅行 而今天是第三世界人们 向着昔日宗主国的移民 在这样一个全球的大流动当中 在这样一个逆向的黑暗之心 在新的发生过程之中 重新在所谓发达国家 发达地区所形成的社群 重新这样的一个 以种族的区隔 以新移民和原住民的区隔 所标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分化 社会的隔绝 社会的暴力和社会的冲突 是多么普遍发生的一个事实 因为11月巴黎爆孔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跳一下 先看一下一张 好 我应该怎么回去 好 11月份巴黎爆孔发生的时候 这两张非常有感召力的 法国主要媒体的新闻照片 不好意思 跟大家承认 我看到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我也潸然泪下 那么 这个爆孔发生的时候 我受到了这种创伤性的这种打击 因为它的残忍程度 它的这个 普遍程度 它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今天现代的和平生活的脆弱性 那样瞬间的被摧毁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追踪这个报道 那么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 那些恐怖分子们 他们声称他们来自叙利亚 但最后有法国警方确认的 我当然不可以 我也不想做这样的隐身 就是在何以为家的 happy ending当中 这个最终能够幸运的移民到欧洲去的孩子 等待着它是什么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伦理化的 不是一个煽情的时刻 而是一个 在线的困境 文化的困境 和全球的困境的 一个讨论 个人的 关于个人的命运 关于局部事件 关于他们的讲述 是否 能够和 在今天整个世界上 发生的变化和事实连接在一起 它是否 必须 是一个整体的思考 同时 我们又不能不 清醒的 警惕和认知到 一个整体的思考 仍然是可能的吗 如果一个整体的思考 是不可能的 那么全球化过程当中 这样一个 重新 推动历史的 铁链的过程 又如何 能够被回应 好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年收集的 这个新闻照片 序列亚战争之后的 难民 进入欧洲的难民场景 这是 国际媒体上的那些 重要的照片 印象非常的深刻 印象的非常深刻 大家看到那个 难民船 是一个根本不是 载人的 和不可能去 跃洋的船只 专门选择了 这组照片 是因为 我自己 偶然的经历了 这样一个时刻 坐机场大巴 进入城市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的 一条线上 就是难民的 行驶的行列 当时的那种 时空错乱感 留下了极端深刻的印象 好 那么 这幅PPG 大家注意到 就是 上面这个大的场景 就是 俯拍的 德国边界外的 难民 德国边界外的难民 它很像 悲惨世界当中的 大俯拍的 这个镜头 我们 我们 简直不知道 这是 这是世界的哪个地方 这是世界的什么样的时刻 好 我说 引申到这的时候 不用更多的去讨论 我们说 悲惨 它似乎告诉我们说 作为历史的悲惨世界 正以某种怪蛋的方式 重新进入到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 而我们这样的讨讨论 传播 同时在不同地方的危机的爆发 冲突的加剧 非常随意的 今天才做了这个PPT 非常随意的拽几张新闻照片 在美国所发生的 关于黑人权利 关于种族 关于种族冲突 那么在月光男孩 绿皮书 先后以黑人 同性恋者为主角的影片 获得奥斯卡之后 这个议题 仍然以如此激烈的方式 在美国发生 似乎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今天的新闻图片 刚刚发生的新闻图片 好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彻底的歪楼 回到一个轻松的话题之上 而这个轻松的话题 是想重新把大家带回电影 同时又想从电影再出发 回到关于悲惨 从悲惨世界到 今日世界现实 这样的一个讨论之上 那么大家看到 此时出现在屏幕上的 这个海报是 日本入围金宗鱼 干纳电影节金宗鱼奖 主竞赛单元的影片 夜雨即日 然后在这部 堪称奇特奇妙的影片当中 我没有选择男女主人公 男女主人公的 戏剧性时刻的剧照 我相反只选择了 在影片当中使用的一张照片 大家注意到这张照片 今天是一对双胞胎 一对双胞胎 好 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好轻松的 好轻盈的一部电影 那么已经几年前上映的这一部 在由香港的青年导演指导的 在大陆的 尽管口碑并不一致 但是票房上相当成功的一部电影 叫《七月已安生》 而影片的导演 以及评论者观看者们 都意识到这部影片 在向另外一部 知名的日本电影情书 致敬 那么大家说 你突然从这样的一个 悲惨世界序列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东亚序列 而且是风格迥异 这个对象不同 而且似乎这些电影 都和现实主义 无神关联的电影 到底要讲什么 是因为 在这样的三个海报 一组电影当中 其实我想跟大家提示 这些经常更受到 电影爱好者 或者受到文青 亦青们欢迎的电影当中 他不欺然的 或者是自觉的 或者是不自觉的 或者是高度自觉的 向我们展示了一种 当下流行文化 和我自己是很不习惯的 但我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今天的中国 尤其是在今天 中国的中心城市 如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当中 我们已经不再有 关于第三世界的自觉 我们已经不再有 今天的广大的世界上 所发生的苦难 同时和我们密切相关 或者感同身受的 这样的一种感知结构了 相反我们可能和 某种东亚文化 某种东亚的流行文化 或者说某种东亚的 主流文化之间 发生共鸣和共振 好 还是绕得太远了 大家说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说我在这些影片当中 注意到了一种新的文化结构 或者说一种新的电影表达 或者说一种新的视觉文化现象 那么它是什么 是当在这些电影当中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一种主体 投向客体的目光吗 我们真的是一种 自我朝向他者的目光吗 当我们透过电影的荧幕 去观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点可能性 是把电影的荧幕 作为一扇窗口 希望通过这扇窗口 去看到别样的世界 异样的人们 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不曾认知的空间 还是我们更多的把它当作一个 组 不能说阻断视野 我们更多的把它当作一面镜 我们每把它当作一扇平 这个平是一个阻断的 又是一个回反的 空间所在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尝试去感受到背看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更多体认的是回望 当然在这儿 没时间去跟大家分享 《夜以继日》这部电影的分析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部电影简单的说 是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的故事 这部影片让同一个男演员扮演了两个男主角 所以它是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的故事 或者叫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故事 但是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 所有的评论者甚至导演都直接告诉我们了 说这个其实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故事 好吧 大家说来说去你在说什么呀 它其实整个故事是围绕着女主人公展开的 那么两个男 一个男演员所扮演的两个男主人公 不过表现的是女孩的双重自我 她的双重梦想 她的狂野的自我 和她的温顺的自我 她对于挑战性的人生的向往 和她对于 叫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式的生活的向往 于是在影片当中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日本著名摄影师的照片 就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那么在影片当中 三次以上我们看到 女主人公的脸 映在这张照片的镜框玻璃上 而后男主人公出现在 这个映像的旁边 所以整个电影是关于女孩 和她的理想人生 及她自我的故事 然后所有的观看 是一个看见了自己的故事 所有的观看 同时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印象 自己的二重生的故事 好 七月与安生 这个电影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比如说是关于女孩的友谊的故事 关于两个女孩和一个男人的故事 比如说是关于友谊与背叛的故事 比如说女性主义者会读出来 这叫做好女孩上天堂 坏女孩走四方的故事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两个主人公的角色换位的故事 而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很晚才看这部电影 虽然也不是通过大荧幕看的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地发现 他真的是在向情书致敬 导演自己声明了 我在向情书致敬 那么因为情书 我写过他的影片分析 我觉得情书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他 Love letter 是我写给你的 我写给我爱人的信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写给爱人的信 被呈现为 我写给自己的信 好 我们不去展开去讨论这个故事了 女主人公给她死去的爱人 写了一封信 结果寄给了引号 她自己 因为她寄给了另外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和 我是由同一个女演员扮演的 而她这封情书使得另外的女孩 回忆起了她当年的一段初恋 而她所爱上的男主人公 跟她有同样的名字 叫腾景书 爱腾景书 所以一个他恋的故事 同时是一个自恋的故事 一个望出其的目光 同时是一个望见自己 或者渴望自己被看到的故事 那我在七月与安生当中 发现的是 在故事当中 安生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而安生 独自在场的每一个场景当中 画面中都将出现她和她的印象 于是 我不能不把这个故事理解为 七月只是安生的理想自我 前半段 她拥有所有的社会价值当中 所认可的 七月拥有 安生渴望而不能得到的 社会主流价值的所在 而后半段 七月 接替安生 获得了 今天的流行中产阶级文化当中 最理想的人生 在路上 在世界 不是流浪 不是漂泊 而是流浪 不是放逐 而是自由自在的主导的人生 最后一个歪楼 是 对我来说 是在两个层面上的考量 一个就是说 曾经 电影 学习电影 制作电影的第一课 是 老师会告诉你 拍摄一个故事片 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隐藏起摄影机的存在 隐藏起摄影机存在的第一步 是电影表演的金科玉律 叫做看什么不好啊 你看镜头 电影的表演 是以绝对不能直视镜头为前提的 因为据说 直接望向镜头 就将击穿 荧幕世界的 想象的封闭性 你此刻望向镜头 在未来的荧幕上 你就将直视着观众 于是 那个想象世界的封闭 将被打破 而如果大家 真的是电影爱好者 如果近年来 你们看很多很多的 艺术电影 画个引号 很少有这样的时刻 我讲艺术电影的时候 是带着讽刺的 但是此刻我确实是带着讽刺的 如果你们看足够多的艺术电影 你们会发现 在近年来的电影当中 直视摄影机镜头 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 冒犯的 或者是违规的 败笔的性质了 直视摄影机镜头的画面 经常的被使用 而很有意思的是 它经常像在夜以即日当中一样 当演员直视着摄影机镜头的时候 我们没有感到被它看 而我们体认到的是 它被看的那样的自我感觉 这本身是一个视觉的 心理学的 电影的 电影文化的 一个非常丰富的话题 在这大概我们不能展开 坦率地说 我也没有能够完全的 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这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只是说 在这样的生活在 新的发达国家的发达地区 生活在越来越多的人们 是在富裕的年代 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后出生 然后我们越来越多的 把这一切 视为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越来越多的 在这样的一个富裕的 同时是一个新技术革命 不断地提供种种便利的 又同时新技术革命 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态 人类生存结构 人类组织结构 当然更重要的是 它在改变着劳动生产方式 和改变着资本的流向 和资本的流速 和资本的构成的组织方式 再多加一句 当瘟疫 使我们别无选择地 成为宅民 这时候 戴老师 没有声音 喂 好了 有了 我说实在对不起 我的钟是停的 我看错时间了 好 我赶快抓紧结束 好 回来 我说 小处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期待着什么 以幕作为镜 作为窗 作为画 以幕与屏幕的不同 我们有没有可能 破窗而出 破镜而出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愿望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而从大处说 经由电影 经由屏幕 经由数码戒指 经由 当年我们对 internet最古老的那个翻译叫 信息高速公路 我们究竟 渴望不渴望去出行 我们究竟渴望不渴望去看到 我们究竟 是不是到今天 不论我们是否戴有VR眼镜 我们都不再温望看到真实 也不再可能看到真实 那么整个今天世界的流动 和这场流动 以最悲惨的方式被印证了 就是病毒的全球蔓延 和病毒的全球蔓延的遥遥无期 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流动之中 在这样的一个 事实上国境线不断的被跨越 边境不断的被跨越 人群的这个混杂 达到文明史前所未有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究竟还能不能 还需要不需要看到他人 看到别样的世界 看到别样的人群 看到别样的生活 我们究竟 需要不需要 去思考和理解 今天世界的悲惨 我们究竟还能不能感受到 发生之中的悲惨 与我们之间的关联 好 已经应该结束了 然后最后不是不带任何美国崇拜的 只是非常现成的选用两张 美国的杂志的封面 来再次重温 我们正在置身之中的现实 然后再次去思考 如果 无解除灵信任 是今天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如果 这个 无解除灵信任 是我们尝试去获救的路 那么我们为此 已经付出了 和正在付出什么代价 而我们如何的 去思考新的可能 我们如何去感受 这样的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它究竟 告诉我们些什么 与瘟疫有关的 或不与瘟疫直接相关的事情 那么当然最后 作为一个电影人 我还是想说 我真的在恐惧 这场瘟疫将最终结束 早已陷于危机之中的电影业 但是我仍然希望 电影曾经创造了一种传统 曾经创造了一种可能 电影曾经是一个动向世界的 不同地区 不同方向 不同阶层的窗口 电影曾经是一个 让我们去获知 让我们去目击 让我们去看到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还 此刻还并不能够分享 一种关于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的信念的话 那我们至少 应该知道 所谓全球化的进程 从来没有真正创造 一个 共同的世界 相反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被切割 被分离 就像居住在巴黎中心的人们 不了解 在巴黎的东部郊区和北部郊区 发生着什么 因为悲惨世界 是巴黎的北部郊区 而流浪的地盘 是巴黎的东部郊区的故事 而我说 正在进行之中的瘟疫 它提醒我们 意识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保 会同时提醒我们 意识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脆弱 它更多地提醒着我们 当我们以为 我们全知天下事的时候 我们更多地 忘记了 我们经常 对发生之中的过程 一无所知 当我们说 人类文明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辉煌时刻的时候 我们同时要意识到 我们也第一次面临着 一个没有先例可援引的 一个世界性的现实 我没有这个什么 结论 没有什么乐观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对电影的爱 跟大家分享关于 由电影所引申出的问题 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种 看见世界 看见他人 看见别样的现实 同时去努力地看见 别样可能性的努力 大概这是我对于 南南论坛的认知 就是相遇 相逢 认知 交流 寻找 至少 我的底线 是 不论面对怎样的现实 无论置身在怎样的艰难当中 我们至少应该坚信 我们拥有梦想的权利 我们也拥有 梦想的必须 因为 只有梦想 可能会开启 新的地平线 只有梦想 可能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角链被转动 同时方向 似乎在逆行的过程当中 带我们在这样一个 没有先例可援引的世界 现实面前 去想象新的可能性 好 我的讨论 就到这里 我交还给主持人